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本是台湾翻译的中文版《和平饮食》 在2012年出版 然后我自己也在Amazon买了中国大陆出版的简体版叫做《世界和平饮食》 是在2016年出版的 这本书的作者是Dr.Will Tuttle 威尔塔托博士 他是一名教育学的博士 也是一名钢琴家 他在他的个人网站上面有他的钢琴的作品 我们可以上去那边欣赏 他在1980年开始吃纯素 所以他是一名纯素主义的革命家 根据这本书的简介 威尔塔托博士相信 这个素食主义 纯素主义的革命 是自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革命 因为呢 他实践 即所不欲 勿施于人 万物同一体的教理 他把动物王国 纳入人类的关心范围 作者认为呢 因为人类压迫了其他的动物 这是世界上 这是现今世界上各种问题的真正原因 他认为 唯有人类改变饮食习惯 转成植物性饮食 纯素 才能够有光明的未来 身为一名小学华文老师 我在教导学生 动物的代名词的时候 都会跟他说 动物要用这个他 而不是单人旁的他 单人旁的他是用在人类的 人的 可是作者呢 就告诉我们 如果我们把动物 当成单人旁的他 甚至是你 这样呢 才不会把动物 当成是一种商品 当成是一种 没有生命的物品来对待 因为我们从小 被虚目文化 灌输了这种 人类是万物之灵的那种思想 所以呢 对动物很傲慢 很冷漠 甚至是 会暴力对待他们 如果我们继续 我们如果反过来 能够把动物当成是一个 人甚至是你 就好像我们对待宠物一样 可以好好的跟他 沟通做朋友 我们才能够培养出 对动物的同情心 关心 还有包容心 这本书呢 这本书呢也提到了一位 2500年前希腊的数学家 叫做毕达哥拉斯 看到他的名字 就让我想起了以前中学的时候 学过的这个 避世定理 英文叫做Petagorium Theorem 他不只是一名数学家 也是一名哲学家 他更是西方的素食之父 因为在2500年前 还没有Vegetarian这个字 其实Vegetarian这个字 是在19世纪的时候 才被造出来的 所以呢 在19世纪以前 西方的素食者 都被称为 毕士信徒 也就是毕达哥拉斯的信徒 他就是一名 纯素主义者 他说过这句话 只要人们屠杀动物 他们将彼此屠杀 事实上 撒下谋杀和痛苦的种子 不可能收割欢乐与爱 他的这种素食理念 也影响了 希腊的另外两位哲学家 苏格拉底和柏拉图 他们也都是素食者 比Vegetarian更进一步的是 纯素主义 也就是Veganism 纯素主义呢 是以友善动物 和环境为出发点 他不只是一种生活方式 也不只是不吃肉 鸡蛋 蛋或者是牛奶 他的核心理念呢 是要爱与关心 所有的动物 和所有的生命 这本书也提倡了 所谓的慈悲革命 我们不只要关心自己的健康 也要发自内心去关心动物 人类和所有在这个生命 网上的生命 他的动机是慈悲的 因为呢 他要鼓励我们排除 对动物的剥削 和残酷的行为 我们要超越 许久 很多年以来的 那个序幕文化 对我们造成的一个 暴力核心 怎么说呢 因为呢 我们 我们从出生以来 就被教育说要吃肉 从小呢 就会有那种掠夺的习惯 然后我们的日常饮食中 就存在的各种暴力 潜移默化下 这整个世界就充满了纷争 只有停止吃肉 停止使用动物制品 让人们有意识的去对抗 这样 这股慈悲革命 才能够促成世界的和平 在现在高科技的社会里 我们的食物 很多都是在工厂制造出来的 所以呢 里面添加了很多 人工软设计 调味剂 精致品 加工品 还有辐射 基因改造和化学品等等 这些都加入在我们的食物里面 然后 我们 去 饲养那些动物 然后宰杀它们 这些动物没有办法抵抗 就承受我们人类的贪婪 的那个饥渴 但是 它们所说的痛苦呢 最后也会回到我们的身上 在这本书里面就有提到了 畜牧院呢 在无数的鸡啊 猪啊 牛啊 身上呢 撒下肥胖的种子 让它们长得很快 长得很肥胖 如今 你在人类的社会上 也可以看到很多人 就有那个肥胖症 另外 畜牧院呢 也破坏了动物的家庭关系 比如说 小牛 它一出生 就被 呃 就从妈妈的身边被带走 因为它们 养那些牛 其实只是为了要得到它的牛奶 哦 那些小牛呢 就被带走 如果这只小牛 是母的 是女的 那么它 就会被留下来 然后呢 长大了 就会成为它妈妈 不禄 它妈妈的那个后臣 成为那个乳牛 如果是公的牛呢 它们就会被活活的 杀死 所以 这样破坏动物的家庭关系 如今我们在人类社会 也可以看得到很多 很多破碎的家庭 好 性木业呢 也让女性动物 被施打荷尔蒙 因为要让它能够早一点 生产那个乳汁 结果在人类社会 我们也看到 人类的女性 不自然的 提早发育 然后 性木业也迫使那些动物 生活在一种 充满压力的环境中 如今在人类社会 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得到 人类面对的生活压力 也越来越大 另外呢 序木业也把大量的药物打进这些毫无抵抗能力的动物身体里 如今人类的世界里也看得到很多人就有那个药物上瘾的问题 甚至是药物滥用药物的依赖 还有序木业把这些动物都关在笼子里折磨它们 如今呢 我们也发现人类的社会 有很多人都住在那些有门禁的社区里面 然后人类折磨人类的事情也常常会听到 所以 听了那么多 那个 那个因果的道理 现在我们就来 这本书也有提到说 吃动物 为什么我们人类还是要吃动物呢 主要有三大理由 第一个就是 我们在小的时候 所受到的教导 第二个是 整个社会和整个市场的压力 第三个是 动物的那个口味 第一个原因是幼食的教导 我们从小 就被父母亲灌输说 要吃动物 才会有营养 吃肉才会长大 才会健康 然后 baby一出生 妈妈会让他喝奶 等他长大了一点 就会开始为他吃一些 动物的食品 比如说吃鱼啊 吃鸡肉啊 所以呢 我们从婴儿期开始 所受到的教导 这种观念呢 吃肉的观念是根深蒂固的 然后 孩子 渐渐的长大 步入了 去旅学校读书 他也会受到 家人 朋友 同学 然后长大了 步入社会工作 在 也会面对同事的压力 然后大家会一起去吃 一些好吃的食物 多数都是肉食 我们也在周围也看得到 各种媒体的 广告 那些媒体资讯 和广告 不只是那些所谓的美食啊 还有医疗产业的广告 都 迫使我们呢 觉得吃肉 才是好的 另外第三个原因是肉的 那个口味 其实呢 让肉都有 特殊明显味道的 其实是那个 煮熟的肉里面的那个尿液 因为动物被宰杀的时候 它的肉里呢 会充满了它的尿液 这些尿液 咸咸的 煮熟之后就很有味道 另外 我们在煮肉食的时候 通常也会加很多盐啊 胡椒啊 调味料啊 或者药草等等 这些调味料 我们才会觉得好吃 我们人类 其实 不可能会去吃那些 就像那些 狮子老虎 豆豉动物一样 不可能会去吃这些 血淋淋的肉 一定要加了很多这些 调味料才会觉得好吃 那这本书呢 有提到一个很重要的观点 它有说到 我们人类的味觉细胞 每三个星期 就会更新一次 然后 所以呢 如果我们可以连续三个星期 都吃素食的话 三个星期过后 我们的舌头的味觉细胞 就会习惯了素食的食物 就不会再想要吃动物的食物了 我们会对动物食品 造成 会有想要吃动物食品 是因为我们一直重复的食用 食用肉类的关系 然后 所以呢 我们最近 我们最近 实际就有推动一个健康挑战21的活动 在这个健康挑战21的活动 就是 在这21天里呢 我们就会准备 少盐少油的健康的素食 然后每天三餐 连续21天 只要你连续21天吃这个健康的素食 21天之后 你就会发现 你的身体健康会大大的改善 这本书呢 也让我们 也让我们读者看到了 养殖场是多么的恐怖 他有提到说 这个 那些 鸡啊 会被注射很多 那个 类固醇的激素 让那个鸡 从 要缩短它的 出生到宰杀的时间 在50年代呢 一只鸡 从出生到宰杀 需要84天 可是 现在 只需要45天 它就能够被宰杀了 另外 这个 养殖场呢 这个环境也是非常的恐怖 它里面 那个动物呢 就生长在充满压力 恶臭 昆虫 粪便和尿液的 那个环境里 然后再加上杀虫剂 还有 很拥挤的 那种生存环境 就 创造了那个疾病的温床 所以这些被养殖政物 其实是很容易生病的 一旦他们生病 他们就会被施打抗生素 还有很多的其他的药物 这些 最后呢 通通都跑到了 动物的肉 蛋 奶上面去了 所以如果我们人类 去吃这些 肉蛋奶 那么 这些东西最后也跑到 我们人类的肚子里 然后 这本书也有提到了 屠宰场 动物的屠宰场 也是 非常恐怖的 环境 它里面呢 有引述了一些 在土厂场工作的 工人的一些话 我这里再录了两则 给大家来看看 有一个说 我看到腐败的肉 混在新鲜的肉里 卖去做婴儿食品 你可以看到肉里面的虫 你看 所以呢 这些捕烂的肉呢 最后 会不会拿去做婴儿食品 然后另外一位说 每天 那些动物的尸体 掉在地上 都不去整理 然后地板呢 非常的肮脏 布满了动物的血液 油脂 粪便 所以 浓窗流出来的浓 还有泥浆 所以呢 他们还用 高压的那种 尸体 动物尸体的喷洒液 把这些东西 都打入了 动物的肉里面去 所以 如果我们人类 再去吃大的话 你可以想象 是多么的肮脏 OK 说了这个 养殖场和屠宰场的恐怖 畜牧业呢 其实对整个环境 也是造成很大的危害 它是造成全球暖化的元凶 然后 还有就是 我们 种了很多农作物 其实很多都是拿来喂饱这些 畜牧业的动物的 如果把这些农作物 都给人类食用的话 我们可以喂饱至少两倍以上的人 所以 这是一种 没有效率的 获取食物的方式 它只为了我们满足 想要吃肉的那种口腹之欲 另外 我们吃纯素 也应该跟 有机 就是organic 一起 绑在一起 因为有机呢 才是对环境 比较良好的 跟踪方式 OK 现在我们知道的 吃素 其实是 很很好的 可是 那么 为什么我们 有时还是做不到可以吃素呢 最吃素 推广吃素 素食 最大的难题是什么呢 其实 有时不是动物 不是那个饮食本身 我们都知道食物 素食有些也是很好吃的 而是别人的观点 就是那个环境的压力 所以呢 我们可以去找一个 这个在社交媒体上面找一些 支持自己的社群 比如说 大家现在收看的这个吃播 然后还有 素食生活 Wedge Forward 这些呢 都会介绍 在新加坡有什么 好吃的素食的地方 另外如果你喜欢下厨 然后你不知道要怎么煮素食 你也可以去 这个脸书上面有这个 Tasty Vedge 去 去 参考 去学习 怎么煮一道又健康 又营养 又好吃的素食料理 好 所以 感恩大家的聆听 希望大家可以一起来 吃素哦 嗯 这个就是看来我介绍的那个 Vedge Forward 然后今天呢 我是在 洪茂桥这里的一间素食餐厅 叫做小树林 我点了两样食物 一样是 那个 树谷茶 然后呢 这个是橄榄炒饭 都很不错 然后这位是我的孩子 叫陈焕 焕焕 你觉得素食好吃吗 吃啊 为什么你要吃素呢 因为你想要保护动物 因为你想要保护动物 非常好 那么我们就一起来鼓励 大家一起来吃素吧 好感恩 好 好 OK 可能 OK OK 可以开始吃哦 哦 OK 这个炒饭看起来 这个是橄榄炒饭 没来还没有吃完 没有吃完 没有吃完 对啊 好啊 因为这个很大分啊 是橄榄炒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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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橄榄炒饭